台中的刘先生 我们是台湾独立嘛 对不 我们主权独立嘛对不 台湾不可以用国旗 台湾一个汉纸国对不 汉纸我们要做一个汉纸 做国旗嘛对不 好 谢谢刘先生 来宜兰的陈先生请说 嗨 慧敏 你好 请说 四年前 我还记得说 台湾的八战同胞 这样迷迷糊糊 让那些黄塞军 这样复杂去 所以你说 孙虎这个孙虎 他现在孙虎 他就是要照顾 国民党的 既得利益 包括18% 包括新公交 他认为说 现在 在台湾政治的 态势 他已经说 民族渐渐高 他现在就是 要将国 这年人这四年 要特教 要跟阿公 和阿公 同胸 因为这样来 他才有法 继续 来 照顾 他的主情 好 谢谢陈先生 感谢你 来高雄的刘小姐请说 刘小姐 你好 大家好 我相信 大家都是很爱台湾 罗斯委 立委 我们也很爱台湾 我也不相信 你要做一个中国人 我和平协议 大家普遍都知道 他叫我一年的时候 达奈达妈 17岁的时候 让阿公 跟他继续去签19行 和平协议 他叫我三年 就逃亡 变成流亡政府 我跟你说 我们台湾人 我们是无地道 我也有无地道 我没有美国策 我没有什么策 我真正都没有带走 台湾这一席 我是可以跳海南 我没有带走 所以我们台湾人 蜜酒要喝 蜜酒要飞 蜜酒要飞 这回 最后我选去一次而已 可以带我菜 我们不可以带我马英九 你带我带我马英九 絕對是死路了一条 民党都说很好听的话 如果跟你说 给你这样 给你这样 其实都会跟你骗 好 谢谢刘小姐 刚才离桃园的苏先生 请说 喂 请说 喂 您在线上 啊来 我要请问你家 这个罗伟 咯 我们台湾本地 在维护那一张国旗 是不是这样子 再说 再一点 你监察院 你这个 炸福腺啊 茅兰啊 买英九的 健保味都不嚼 东兴道路去跟老百姓 这样互告 你监察院都不去查 查蔡英文的 那些三只小猪有用啊 现在变一百万只 看你怎么办 好的 我们谢谢苏先生 来台北的林仙 请说 林仙你在线上 喂 你好 对我哦 不好意思 我有点可笑啦 刚才说 小英三号的商品 还有 台湾这些商品 特别 中华民国的产品 在卖中华民国的国旗 但是 拿着国旗 到街上去 陈云林来 就叫做 警察跟他国旗唱 因为他跟民众打 你这个卖国旗 我跟你买这些国旗 就不可以拿出去 我 你这个卖这些商品 给你卖啦 哈哈哈 你卖这些 不可以 不可以拿出去的东西 你自己去跟他 那是什么 你说你叫我给你买这些东西 有一点可笑啊 我是感觉很可笑 另外我 就肯定罗族的 他很勇敢 真的是很勇敢 人公道理 不可以拿着 你乱说 好 安 谢谢林先生 感謝你廣告 最后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这个民进党反而将一军 现在呢 整个人气非常的沸腾 这么多千千万万之的小猪 这个 就开始有一种不同的气氛 所以我觉得选举 可以说是有很多微妙的一个状况 刚刚针对这个 马总统开始出卖台湾的国旗 好像罗伟源是要有所回应 对 其实不要说 每次都 很多事情 都用那个放大镜去看 而且又不是事实 其实那个卖国旗 其实国民党的选举 他们很爱卖国旗 其实从两千年开始 就什么国旗围巾啊 那个国旗的衣服啊 他国旗帽子啊 所以这个不是说 现在他才卖国旗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 你也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次元旦申请 那国旗围巾 国旗围巾啊 不是大抢购吗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 当然两岸 两岸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关系 而且这个是很多东西 都是就是 我刚才讲就是要模糊嘛 事实上有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两岸之间的交流 其实很多团体 都跟大陆有个默契 那个默契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去他们那边的时候 他们也不能换五星级哦 他们也不能够拿 拿他们五星级在哦 那他们来我们这边开会的时候 那我们也不换国旗 就是互相大家不要那个 那你就好 我们今天在台湾 我们没有拿国旗 就是我们没有主权 我们矮化了 那他们在他们那边呢 他们也没有拿五星级啊 他们也不行啊 就比如说我们快支工会 我到大陆去跟他开会 我说我所有会场 都不能看到五星级 我们也不要他五星级啊 那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 他说那我们也不要看国旗啊 那今天我是解释 有时候很多东西哦 不是说 我们故意说 你说好人家来了 那就故意 你就 他们就很不喜欢 他们不愿意看到我们国旗 就好比我们到大陆去 我们不愿意看到五星级啊 好你的意思说 这个意义上有对等是不是 你就故意 你就故意 尊重人家的主权嘛 你就故意 拿一支国旗在人家面前 给他挑衅给他那个 我们请 有可以有用吗 我这节目就需要这个样子 哪国旗是表示欢迎他的意思 罗伟员这个作法 那我很佩服 那希望这个江炳坤 或者我们马总统 也向你学习 不要沉运来 就取替国旗就好了 因为像江炳坤去的时候 有没有放 有 有 对不对 连赞坤的时候有没有放 有 所以我先连赞坤 您现在收看